阿絲, 有空嗎? 太湯家, 這麼空也來 太湯家, 其實你帶我來這裡 到底有什麼事? 整件事是這樣的 大湯家怎麼回事? 我做錯了什麼? 你什麼都沒做錯 你不懂功夫, 我當然知道 但是你打你 你丁屎的反應也沒有, 這樣很不動 角師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人物 你瞞他身, 你沒有一朝半式防身 死定了 大湯家, 我完全同意你的說法 我一點武功低之武 不如你領兵高明吧, 大湯家 我要找一個高明就是你 你放心, 我會教你一招保命之法 不是吧, 大湯家 這頂高明的高帽我實在套不起 你知道我人材不足, 口齒不伶俐 骨骼不精奇 你還是不要找我, 大湯家 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說法 很簡單而已 兩個字, 自問 自問? 沒錯 經過我行走江湖這麼多年 我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無論你的對手有多厲害 多高手也好 只要你突然在他面前做出一件事 自問他就會馬上被你嚇唬 而你就把握那個時機 大湯家, 我聽你這麼說 你好像有很多年自問的經驗 我也自過, 一次這麼大拔 是嗎?以後有機會 我詳細一點, 具體一點告訴你 好… 那自問應該是用什麼方法呢? 我應該怎麼自發呢? 你用繩子、下藥, 還是用刀? 用刀 而且你一定要用盡全身的力量 鬥十謀插落 你才是插對方 但是如果對方是高手的話 我未必那麼輕易可以一眼插到別人 我從來沒說過是插對方 怎麼會插對方? 我都說明是自問嘛 但是當你帶我下來 教我兜心插自己 你跟我說我不是做錯事? 你不做就更加錯, 死定了 還有, 千萬保插中心臟 一定要插尾一點 那不用用真刀 用撞龍八卻折 你也能做到同樣的效果 當然不行 你也說明是高手 你一定要給誠意逼真一點 對方才會相信你 萬一我誠意過剩, 收不及制 那到時是不是做戲這麼簡單 我叫你學, 你就學吧 站住 槍手垂直 手肘貼著肋骨 然後舉起右手, 扭東西插下去 氣門來我, 大當哥 你插完今晚好了 我不想再扮女人了 行了, 走吧 大王, 豪襄姑娘和威蕭都在 她們沒有龜公佬這麼笨, 還不易押 娟都在, 她們是第一個飽在嘔 我們就死了 那怎麼辦? 撇吧 好 四姑娘, 千千姑娘 四姑娘, 這裡 幸好物在準備, 來 四姑娘, 千千姑娘 廣司請你們過去 有 請 各位, 為大家介紹 千千姑娘, 四姑娘 大家好 算我孤陋寡民 為什麼兩位來看電影都要遮蓋容貌呢 小女子感染風寒, 恐慌會傳染給國師 所以… 之前手震震就臭氣昏天 我們標局就製作了這個口罩的東西出來 防塵防秋, 洗完還可以再用 原來如此 不過就算兩位戴著口罩 也遮蓋不了你們的眼光 國師過場了 劇目即將上演 請各位就座細心欣賞表演 勞煩 四姑娘, 不如你坐在我旁邊 兩位請 有請 兩位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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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